目前正在美国加州蒙特瑞举办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 苹果向观众们展示了系统的一些更新 新一代的iOS6操作系统试用版将会在下周一对开发者们开放 支持iPhone 3GS及以上的机型 而正式的问世时间定在了今年的秋天 目前正在美国加州蒙特瑞举办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 苹果向观众们展示了系统的一些更新 融合了联谱网应用的新一代Siri将被运用在该公司旗下的iPad产品中 并且会给使用者带来更多更强的功能 该产品已经被运用在了iPhone产品当中 随着苹果操作系统iOS6的推出 所有的更新将被运用到苹果的系列产品中 其中包括应用无线通信技术实现视频通话 用户可以将接收到的电话通过统一的苹果用户账号 传送到任意的其他终端 在新的操作系统中 苹果的浏览器也完成了一到两项的更新 增加了拖机浏览项目和支持iCloud的标签栏 通过这一功能更新 用户可以看到它在同一账号下 所有终端产品中浏览的网页记录 用户还能通过iCloud的照片流 有选择的将终端里的图片传送给其他用户 对于未接来电 苹果通过这次的操作系统更新 增加了对用户漏接来电的提醒 并且还能通过短信回复被拒接的来电者 对用户漏接来电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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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电